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同的系统之间文件共享的问题 你比如说在我们的办公室 既有Windows机器 又有Learnings机器 如果是说这两种系统默认是没有办法的共享文件的或文件夹的 如果我想希望他们彼此能够共享怎么办 就需要安装一个Samba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Samba 我们的主要会从四点来给大家讲解 第一个会给大家讲解Samba的介绍 第二个会给大家介绍一下部署怎么部署 第三个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如何使用Samba共享文件夹 第四个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客户端如何通过网络挂载我们Samba共享的文件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说到了Samba Samba在我们生活中其实用到的是挺多的 但是有很多机构或者是培训学校 它为了减少它的课程的量 尽快的让你学完毕业 他们很多时候会把Samba给直接删掉 美名其约说Samba不重要啊 没什么用 有没有用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某一个小学中关村某一小学的网络共享系统 就是我用Samba搭的 他们呢有三千多个学生 每个学生呢用自己的学号和密码 就可以登录上自己的网盘系统 然后呢在家里边可以上传作业到学校 也可以呢把学校的内容呢从家里边荡下来 一个网传一个网盘系统 这种Samba搭 你说有没有用U8 所以的话Samba的话呢 你看你怎么用 Samba呢我说过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用到局运网中 当然的话你如果想用到广运网中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好那我们呢继续来看 在日常的办公环境中呢 操作系统除了Windows以外 其实还有Lenux或者UNIX 那么这些系统间的文件共享 其实是无法直接完成的 为了解决不同系统之间的文件共享 我们呢就要学习Samba 它可以解决不同系统平台之间的共享问题 Samba呢是Lenux和UNIX系统上 实现SMB协议的一个免费的CS软件 由服务器和客户端两部分构成 SMB是什么呀 叫做信息块服务 是一种呢在局域网上共享文件和打印机的一种通信协议 它为局域网内不同的计算机之间提供文件及打印机资源共享服务 SMB协议是客户机和服务器模型的一个协议 我们都知道说到CS 我们都知道C和S是相辅相成的 对不对 有C就有S 有S就需要有C 客户机通过该协议可以访问服务器上的共享文件系统 以及打印机以及其他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SUMB SUMB是干什么的 就是为了解决不同的操作系统之间文件共享的这么一个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要学它 我们呢在日趋复杂的局域网或者是广域网环境中 我们不再是只有Windows 也不再是只有Learnings 可能是混合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之间的共享 是不是就要用到SUMB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为什么 什么是SUMB 为什么要用 解决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解决了就是共享的问题 对不对 好了 这三个问题 为什么要学 学了能干什么 解决了什么问题 大家自己好好的琢磨琢磨 是不是 我刚才来都给大家说过了 这种问题 我来说 什么另外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